嗨,こんばんは! Tamaです! 今天回到我们这个日文的ことわざ时间啦 又是我们来学谚语齁 那今天准备了一些有趣的谚语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啦 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在今天的影片解说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们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要在旁边的小小铃铛按下去 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叮咚第一个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一组的ことわざ カチュウのクリを拾う カチュウのクリを拾う 那这边的拾う就是捡起来的动词 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火中取栗嘛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 要想清楚 有时你会去帮别人的忙 牺牲自己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对方得到好处 拍拍屁股就走人 而你呢可能就是得不偿失 什么都没有得到 可能还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受伤 或者是什么这样子 那个做法呢 那个整个状况呢 就是我们讲的火中取栗 它是有典故的 就是有两种动物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要取那个火中的例子 但他不想要去做 所以他就骗另外一只动物来帮他去取 结果他真是取来了 但是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得到了这个例子 就走人了 而那个被火烧伤的那个动物呢 却就是什么都没有得到 而且还受伤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例子的部分 我们再来慢慢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我告诉说一样 就是别人事情就别人去理好了 你不要就是火中取栗 这样子 他就说呢 这个呢是他那一个人自身的问题 これはあの人自身の問題なのだから 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应该要由他自己本身去解决这样子 あなたがわざわざ 他就特别强调 わざわざ 就是你特别的去 可能去帮他去怎么样 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你呢特别去怎么样 像 就是我们讲的火中取栗 就是我们讲的火中取栗 就是可能你很可怜他 很同情他 你去帮他这样子 结果呢得不偿失的可能会是你 别人的一生情就走人了这样子 所以他就劝他就是不要火中取栗 所以后面呢他就说 必要などない 没有这样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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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呢一般上是用在 劝告别人做事情 一定要思考清楚哦 因为你有很可能就是得不偿失 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这样子用 大家明白了吗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的 那这个呢他其实有一点白话 所以呢大家可以尝试来看看哦 可愛子には旅をさせよう 可愛子には旅をさせよう 那这个呢可愛子一般上就是指小朋友嘛 可愛子小朋友 那因为他这边是用させる 就是しえきけ 让 所以呢一般上前面的格助词就要换你 所以可愛子に 让可爱的小朋友们呢怎么样 旅を 旅就是我们讲的旅途旅程这样子 所以让可愛的小朋友们呢 搭上他们的旅途走向他们的路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来想想看哦 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做家长的时候呢 有时就不能够太宠自己的孩子 必须要让他们自己独立 或者是放手让他们去做 这种状态呢就是 可愛子には旅をさせよう 这样子来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的部分 可愛子には旅をさせようという言葉のよう 子供のやることには口を出さず 自分で決めてもらってい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愛子には旅をさせようという言葉のよう 子供のやることには口を出さず 自分で決めてもらっている 所以这个做决定 可以就是让小孩子们自己做决定 他就引用这个句子 可愛子には旅をさせようという言葉のよう 就像这个燕雨一样 这句话一样 子供のやることには 对于小孩子们做的事情 他们要做的事情 子供のやることに 这样子 口を出さず 口を出さず 那这边口を出さず 那这边口を出す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讲的 插嘴 什么都要干涉 但是呢 这边他就说 口を出さず 不要插嘴的 不要干涉的 自分で決めてもらっている 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他们的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子供的做法是不让自己决定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都是可以引用所谓的什么什么句子 不一定是要真的句子要很顺 どういう言葉のように 或者是どういう言葉がある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了 好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学一句呢 就是中文我们经常都说的 这个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 就一般上我们讲说 讲出了一些闯祸的话 都是因为嘴巴这个元凶这样子嘛 那日文也是有这样子的用法 它的说法呢 就是口は灵の角 口は灵の角 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说法 都是可以用的 一个呢就是角 它是门的那个汉字 那因为角还有其他汉字 以免搞错的话 你可以用 门 就直接是 中文的门的这个念法 门 那另外一个用法呢 就是元 元 就是原来的原由 或从口出的那个元凶 这样子 那这边的 那灵呢 也是有两种的写法 一种就是祸 就是车祸的祸 口祸嘛 另外一种呢 就是火灾的那个灾的汉字 后面再加一个 就是灵 它们的念法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一看到不同的汉字 但是它们表达的意思是一样 念法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 就是一般上就是 劝告你说 说话要慎重一点 要小心一点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说 或从口出嘛 口是灾的角 或者是门 所以 因为呢 或从口出 所以 就是你要说一些什么 不管你要说一些什么 无论如何 你都要怎么样 那这边呢 它是用了这个 名词部分 就是选择句子的用法 心臭に 这样子 就是要非常慎重的 すべき的 应该 应该要慎重的 去选择你的句子 这样子才不会惹祸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呢 和中文的意思是一样 口是灾的角 或者是门 或者是元 都OK了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和动物有关的 言语 猪猪的一声 猪猪的一声 那猪猪呢 就是和 那在日本呢 其实是很值得尊重的 一种飞情类 大家应该有看过 和上有一个太阳的 猪猪的一声 后面有一声 就是代表说 整个 言语 就是 就是 当你有一个团队 或者是一个工作场所 总是会有一个领队 或者是比较有权力的人 像是我们在工作就是会有上司会有领队 或者是你的班上一定会有老师或者是班长 说话会比较威严的 所以我们讲ズルのヒトコエ呢 就是当权威有权利的人说一句话呢 就是决定所有的事情 大家应该明白吧 比如说开会 你说你有理 他说他有理 这样子大家都在争吵 然后呢 我们讲老板呢 就是ズルのヒトコエ 就说一句话 我就敲定要用这一个了 那大家呢 就只能跟随 那一个说话比较有力量的人 那一个就叫做ズルのヒトコエ 所以这个呢 他就说監督 那因为他这边是選手たち 那選手たち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运动选手 被比较长叫選手たち 那選手的監督呢 就是领队 教练是教练这样子 领队是领队 那这个监督 如果是在电影啊 或者是舞台剧啊 那个就是导演的说法 那如果你是整个公司的監督 就是管理人 总管这样子 所以呢 他是在不同领域的監督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監督的ズルのヒトコエで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领队呢 一句话命令下去 然后呢 選手たちは一世黙った 所有的选手 所有的队员们呢 一世一世就是同时的 同时的呢 黙った 就静下来了 可能他们在打闹啊 或者是在争吵啊 什么很乱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監督 ズルのヒトコエで 選手たちは一世黙った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 好的以上呢 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日文ことわざ的部分啦 那以后呢 还是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更多有趣好玩的这个谚语部分 那希望这一期视频呢 可以给大家就是 长了很多的日文知识 学到课本里面 没有教过的一些东西之外呢 还有就是可以享受这个一天 一次的这个日文时间啦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训视频呢 也已经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 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TAMA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可以第一个时间呢 使用TAMA就会行动它啦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osukasamaでした bye bye 就是我们讲的旧商车 那个叫QQ社 那QQ汉说就是急诊送医 非常紧急地把它搬送的一个汉 就是急诊送医 那我们讲的旧商车 我们讲的旧商车 我们讲的旧商车 我们讲的旧商车